第三百三十一张赌十,呵呵,阿雄,我和你一样,也就是图个乐子,公司的事情老头子早就不操心了。 听到文鸾雄的话后,左家俊哈哈一笑,却是没接这个顺水人情,到了他现在的身份地位,因为几块翡翠欠下人情,那绝对是件不划算的事情。 文鸾雄知道几块翡翠还是入不了左家俊法眼的,当下也笑了起来,说道,左大师,要不咱们今儿比一比,看谁解出的翡翠品质最好,怎么样? 文鸾雄说这话倒是没有挑衅的意思,香港人毗邻傲倒,几乎没有不赌的人,他的这个建议也只不过是为这次交易会添加些彩头罢了。 这在超级富豪的圈子里是很常见的事情,就像是李超人约获大亨等人打高尔夫的时候,经常就会进行豪赌,易赶都是要以十万美元计的。 当然,以他们的身家,赌上这点钱根本就不算什么,更加也不会伤了和气,这就是所谓的小赌移情了。 好,你既然有兴致,那老头子就陪你赌上易赌。 左家俊也不介意和对方小赌移情,当下说道,阿雄,你要是能赢了我,我就帮你算上一挂,至于你那小兄弟的事情,就不要多提了。 听到左家俊的话后,文鸾雄脸色一领,恭敬地答道,是,左大师,我不会再提他了,今儿我要是输了,我所买的原石就都归您了。 左家俊这几年已经极少给人占卜问卦推演命理了,用一卦千金来形容他都嫌少了,文鸾雄知道自己即使输掉,能让左大师开心,那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和文鸾雄确定了赌注后,左家俊看向叶天,说道,师弟,我要好好选几块石头,你跟着我也行,自己转转也可以,要是不感兴趣的话,坐那边去喝喝茶吧。 师兄,你就不用管我了,说不定我也会堵几块石头玩完的。 叶天笑着摆了摆手,示意左家俊不用招呼他。 这一幕看在文鸾雄眼里,确实留上了心,也不知道左家俊哪里来的师弟,竟然对他如此上心,文鸾雄心里却是生出想要结交叶天的心思了。 左家俊喊过孙女,说道,成,那定定你陪着书爷转转。 好的,师兄,你去忙吧。 等到左家俊和文鸾雄分别离开后,叶天问道,定定,那个文鸾雄要找师兄算卦吗? 叶天观文鸾雄的面相,虽然有点命返桃花,但并不影响他的财运,而且中年运势极强,最少在十年内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文鸾雄下庭稍微有些短,恐怕在年过六旬之后会麻烦不断,而且说不定会有牢狱之灾。 书爷,那个花心大萝卜从去年就一直找我外公了,不过外公极少给做股票的人问卦,所以一直都没答应,没想到这人这么狡猾,用笃食来吸引外公。 显然柳定定对文鸾雄没什么好感,不过对这件事情他知道的倒是很清楚。 原来从去年亚洲金融风暴开始之后,文鸾雄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资产大幅度缩水,这让他焦头烂额之际,想起了十年前左家俊给他的一句点评。 左家俊十年前给文鸾雄算过命,让他中年得意勿忘形,否则在四十六岁的时候会有破财之灾,算算去年自己刚好四十六,文鸾雄这才又找到左家俊,想询问破解之道的。 师兄说的那个小兄弟又是谁呢?叶天继续问道。 那人是个爆发户,以前的什么地产神童,二十岁就成了亿万富豪,整天就知道玩女明星,后来跟着文鸾雄炒股票,遇到这次金融风暴后家产全无一贫如洗了。 柳定定显然对那人印象更差,说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来,或许在女人眼里花心的男人都不是好人吧。 柳定定,你怎么来这了啊?正当叶天和柳定定站在那里闲聊的时候,一个女孩的声音响了起来。 柳定定寻声望去,在距离她和叶天四五米远的地方,站在一男一女,正对自己招着手脸上不由露出喜色,大声喊道。 男男,哎哟,球球也来了啊。 柳定定的声音很大,引得旁边的人都像那对男女望去,搞得来人一脸的迥向,美好气地走到柳定定身边,在她胳膊上掐了一记后说的。 柳定定,不许你喊我们的小名,你这个小胖妞。 好了,好了,我这不是高兴了才喊的吗?柳定定连忙拱手讨饶。 高兴也不准喊。 那个女孩看了一眼叶天,脸上忽然露出狡黠的神色,笑道,我们定定小姐什么时候也春心大动了啊,竟然不声不响地就找到男朋友了。 你别乱说话。 柳定定被女孩的话给吓了一跳,连忙捂住了她的嘴,说道,那是我外公的师弟,我要喊叔爷的,你千万别乱说话啊。 叶天年纪轻轻的修为就那么高,在柳定定眼里就是个怪物,再加上辈分使然,她压根就不可能和叶天发生什么关系的。 叔爷,那个女孩文言瞪大了眼睛,继而撇了撇嘴,说道,谁姓啊,柳定定,你也编个好的点理由吧。 丁定,这两位是,听着两个女孩在那叽叽喳喳的,叶天心中好笑,不过站在那里任人品头论足,叶天确实不大习惯。 听到叶天的话后,柳定定指着那个女孩旁边的年轻人说道, 叔爷,他叫范绍国,是金泰富珠宝的接班人,小时候胖胖的像个篮球似的,所以我们都喊他求求。 年轻人被柳定定说得一脸无奈,出言道,柳定定,你小时候也不比我瘦。 说了不准再叫外号的,女孩也是被男朋友打起了抱不平。 好,不叫了,柳定定嘻嘻一笑,指着女孩道,叔爷,他叫文文,是我的好朋友,小名叫喃喃的。 让你再叫,文文似乎和柳定定打闹惯了的,上前挠起他的仰来,两个女孩笑作一团。 这位叶,叶先生,您真是定定的长辈,范绍国为人比较沉稳,看着女朋友在旁边打闹,却是和叶天搭讪了起来。 是,我和他外公有些渊源,叶天笑着点了点头,心里也明白了怎么回事,感情柳定定这是遇到发小家闺蜜了。 听到叶天的话后,范绍国倒是显得有些拘谨了起来。 左家俊是什么人,范绍国自然是知道的,而叶天是左家俊的师兄弟,那绝对能算是自己的长辈,只是叶天也特年轻了点,让人不知道该喊什么好了。 叶天是什么眼力,自然看出了对方的不自然,当下笑道,范兄,你们聊,我自己去转转。 咦,我书爷呢? 等柳定定回过神来的时候,叶天已经消失在了眼前。 女孩还是不肯放过柳定定,笑着说道, 定定,你那书爷还真是有点小帅啊,不比我们家绍国差了。 什么?你们不知道,我书爷可厉害。 柳定定说到这里涂了涂舌头,却是再也不肯多言了,奇门本就不为常人所知, 要是被外公知道自己胡说八道,一准没好果子吃的。 叶天这会早已远离柳定定等人了, 她此时正站在一块重达千斤的大毛料旁边沉思着, 这块料子也是厂内体积最大的一块。 这是一块半度毛料,在料子的一侧被切开了很大一个窗口, 只是这一刀却是切垮掉了,因为那个开窗全是白色的雾状结晶体, 没有丝毫翡翠的表现。 这全堵的料子都被石皮包裹住,无法感应到里面的灵气, 不过半堵的料子可以啊,从这切开的地方, 应该可以感应到里面的情况吧。 刚才左嘉峻给叶天讲解全堵毛料和半堵毛料的区别时, 叶天就动了心思,入宝山空手回那不是他的风格, 既然来了,总归是要有点收获吧。 而且翡翠的质地要比和田玉还要硬一些, 更加适合用作布阵时蕴含疏导阵法, 如果能找到好的极品翡翠, 放入到四合院的阵眼中蕴养, 过上几年就是变成法器也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叶天打听过翡翠的价格, 好的翡翠都是以千万计算的, 凭他那点身家在这里真是不够看, 所以这才把主意打到了原石上面。 深深地吸了口气, 叶天站在那里看似在打量原石, 实则一股气机从他体内溢出, 悄无声息地钻入到面前原石那开窗之中了。 难怪说是笃石呢, 这里面一点灵气都没有, 谁买谁倒霉啊。 那股气机在原石中游走了大半之后, 叶天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刚想收回气机的时候, 眉头忽然上挑了一下。 嗯,这,难道就是翡翠? 叶天的目光看向原石的右下角处, 因为它在那里感应到了一股灵气。 和阴阳二气不同, 这石中所含的灵气略带清冷, 但却有十分的纯净, 和叶天家里藏着的那根百年老身有些相似, 都是及天地之灵粹所形成的。 第三百三十二章拍卖, 这么大一块石头, 就这么一丁点儿翡翠, 太离谱了吧。 叶天摇了摇头, 他能感应得到, 在这块千斤巨石里面的翡翠, 只不过拳头大小, 叶天顿时对这原石失去了兴趣。 离开这块算是切垮了的原石后, 叶天又在场内转悠了起来, 此次原石交易半堵的料子并不多, 只有数十块, 两三个小时后, 叶天就全部看完了。 只是结果让叶天有些失望, 在那些切开过的原石中, 大概有一半都是灵气稀薄, 还有一半则是里面的翡翠体积太小, 至于另外的三分之一, 就全是一文不值的石头担子了。 当叶天感觉有些口渴回到会场门口, 想去找点水喝的时候, 柳定定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在她身边跟着范绍国和文文两人。 叶天奇怪地看了几人一眼, 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瓶 会场免费提供的矿泉水, 说道,我在看这些原石啊, 怎么了? 柳定定点了下嘴, 说道,外公刚把我教训了一顿, 说是没跟着你。 我还能丢了不成啊, 师兄有什么事? 叶天文言笑了起来, 这人的辈分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自己虽然比柳定定小, 但是在她面前, 就是有一种长辈的感觉。 柳定定说道, 这原石的拍卖要开始了, 外公让我找你去看。 好,走吧。 叶天点了点头, 跟着柳定定走到了这里唯一的移动建筑里, 进入之后才发现左家俊等人 早已坐在里面等着了。 叶天,怎么样? 看中什么好石头没有啊? 见到叶天进来, 左家俊站起身冲她招了招手, 一般左家俊只会在私下里或者是朋友面前 才会称呼叶天为师弟的。 不过左家俊对叶天表现得如此亲热, 还是让会场内很多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叶天身上。 要知道, 左家俊虽然是玉石珠宝行当的人, 但他却很少在这圈子里活动的, 只是这些年赌食盛行后 才偶尔来上一次, 虽然对谁都挺客气, 但却从来没有这样亲热招呼过人的。 叶天摇了摇头, 走到左家俊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低声说道,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 师兄, 这赌食的门道太深, 我完全都看不懂。 虽然之前左家俊给他介绍过 网文猎柳什么的, 但是那些原石在叶天眼里 基本都是一个模样, 他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好坏。 哈哈, 我当年也是这样的, 叶兄弟, 有机会多玩几次就明白了。 左家俊尚未答话, 坐在他身旁的文鸾雄就大声笑了起来, 话语里透着一股子亲热, 引得周围的人更是对叶天侧目不已。 文鸾雄和左家俊的身份都有些另类, 一位是当代艺学大师, 精于占卜问卦, 一位是在香港古市著名的狙击手, 但却同时对叶天表达出了善意, 这让很多人都私下里猜测起叶天的身份来。 好在聚在这里的人都算是在港岛比较有身份的, 倒是不会去出言议论, 等了大约十多分钟后, 这次交易正是开罗了。 各位珠宝叶的同仁, 很高兴咱们又能借此机会相聚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 最近缅甸不怎么太平, 导致翡翠玉石的市场一路高涨, 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咱们就开始全赌实料的拍卖。 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他是香港玉石协会的常任理事, 像今天的这场原始交易会, 就是由他组办的。 不过香港的原始交易, 却是和缅甸翡翠公盘有所不同。 在缅甸的公盘上, 除了名标拍卖之外, 还有按标的形式, 按标就是投标人写上原始编号, 然后再写下自己的投标金额, 最后统计出谁出的价最高, 原始就归谁所有。 相比名标拍卖, 按标要更加考究严厉和对翡翠行情的了解, 往往可以用很低的价钱投得心仪的毛料。 但是到了香港, 按标这一环节就被省略掉了, 各块原始明码标价, 谁的彩礼雄厚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这也是那天左家俊有些无奈的原因, 他虽然在香港名声甚响, 但腰包比起场内这些人, 却实在是有所不如的。 好, 下面要进行拍卖的是编号一的原始, 底拍价为一万五千港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出价了。 在场的都是珠宝夜的同行, 没有必要说太多的场面话, 很快拍卖就开始进行了。 98年的翡翠市场, 正处于刚刚露出火爆苗头的时候, 还没有像后世那般动辄数百上千万的大手笔投资, 原始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所以起拍价也不是很高。 2万港币, 5万港币, 我出12万港币。 12万, 好, 恭喜王总, 这块原始归您所有了。 起拍价不高, 不代表成交价就很低, 那块表现不错的全赌毛料, 很快就被抬到了12万, 要不是这块料子只有拳头大小, 恐怕价格还要翻上几倍。 由于翡翠市场正处于逐渐被消费者认可的阶段, 珠宝商们此时对待翡翠原始, 还是比较理性和理智的。 经过刚才的查看, 每个人对于重点关注的原始, 都会有个心理的价的, 超出这个价格后, 大多数人都不会再抬价, 并没有出现很激烈的竞争。 不过随着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原始的出现, 拍卖的价格也逐渐抬高了起来, 就像左家骏刚刚拍下的编号为587的那块料子, 就足足花了600多万。 就这个价格, 还是很多人看在左家骏的面子上没有继续竞拍的结果, 否则那块料子肯定能拍出800万的。 师兄, 这, 这值得吗? 谁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翡翠啊? 如果是一块价值600多万的玉石, 夜天倒是不会说什么, 但这600万花出去, 很可能买回的只是一块一文不值的石头, 夜天心里就感觉有些不值了。 左家骏文言苦笑了起来, 说道, 你以前我想这样啊, 但是赌时就是这样, 如果这块料子能切涨的话, 可能就会价值1000万甚至更多, 要是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赌垮了。 听到左家骏的话后, 文鸾雄笑道, 左大师, 您的运气一向很好, 去年的翡翠王可就是被您给解出来的啊。 香港珠宝行业每次组织的交易或者拍卖会, 都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评比, 也是同行之间展现实力的一个机会。 而翡翠原始的交易更是形成一个定例, 那就是每年的交易完毕之后, 都要选出一块价值最高的翡翠, 授予翡翠王的称号。 在去年的时候, 左家骏的运气不错, 他花费60万港币购得的一块原始, 竟然解除了总价值在千万以上的高兵种翡翠, 被授予了去年的翡翠王称号。 这称号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但对于提高自己珠宝店的知名度还是有帮助的。 翡翠在现在的珠宝市场所占的份额并不大, 之所以会来这么多人, 其实倒是有一半奔着这翡翠王称号来的。 听文鸾雄提起去年的事情, 左家骏做出了一副生气的模样, 说道, 阿雄, 你这是在宽慰我还是在说风凉话啊? 最好的那几块料子都被你抢走了, 是不是存心想赢老头子我啊? 左家骏的那些珠宝店, 加起来市值总共也不过就是一亿港币的样子, 而翡翠市品只占到销售总额的10%左右, 所以这次左家骏能动用的资金, 不过就是1500万的样子。 除了这块好料子, 左家骏刚才也曾经出手了几次, 虽然购买的都是一些价值几十万的原石, 但已经把钱花得七七八八了。 赌石往往就是在赌资金和赌财力, 文鸾雄那是真正的财大气粗, 刚刚连连出手, 将十多块表现最好的原石都收入囊中了。 夜天大概的估算了一下, 这哥们最少花费在6000万港币以上了, 而且看他这架势, 恐怕还要再买上一些才会甘心的。 呵呵, 我这是广撒网未必捉得到鱼, 您那是有地放食, 我哪敢和您比啊? 虽然知道左家骏是在开玩笑, 文鸾雄还是陪上了一副笑脸, 在香港这地方, 是没有人敢于得罪左大师的。 这倒不是说左家骏挂象精准, 主要是左家骏在风水堪余上的造诣也很深, 真得罪了他, 哪天偷偷在你家祖坟上动点手脚, 那子孙后代可就要倒大霉了。 在20多年前左家骏声明初起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风水师上门挑衅, 说左家骏是浪得虚名, 想把左家骏这后起之秀给打压下去。 当时左家骏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在一个月后, 这位风水师惨遭车祸而死, 其家人在家门口摆设灵堂的时候, 又不慎引发了火烛引起火灾, 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由于这位风水师在香港也很有名气, 事后警方曾深入调查过这起事件, 经常缜密地调查后, 结论得出车祸和火灾完全都是出于意外。 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人将这件事和左家骏联系在一起, 不过后来从一个守木的老人口中传出, 左家骏在一月之前曾经去过风水师家族的祖坟。 虽然没有人能证明守木老人的话是真是假, 但这件事传出之后, 左家骏在香港立马声名大噪, 同时奠定了他港岛第一风水巷师的地位。 所以别说是文鸾熊了, 就是李超人或爵士这些华人领袖级别的香港富豪们, 见到左家骏, 那也是异常的客气,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左家骏这儿的拍卖已经算是结束了, 转过头对一盘昏昏欲睡的夜天笑道, 怎么,师弟, 你不拍两块原石解着玩玩, 告诉你,解石可是一件很爽快的事情啊。 今天拍卖的原石并非都是高价的, 像三五万港币拍出的也是有不少, 左家骏虽然不知道夜天有多少身价, 但这点钱总归还是能拿得出来的吧。 我,还是算了吧, 有钱也不是这么糟蹋的。 听到左家骏的话后, 夜天连忙摇起了头, 俗话说十读九书, 夜天不喜欢读, 他喜欢将事态的发展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夜兄弟, 要不, 我买几块给你玩玩, 文鸾熊笑着说道, 他的表情很真诚, 并没有摆出什么财大气粗的模样, 完全就是朋友之间的询问。 你们这时逼着我赌啊, 夜天文言苦笑了起来, 他并不想领文鸾熊这情, 只能说道, 好, 那我就拍一块。 刚好台上现在正拍的一块原始起价不高, 只要两万港币, 拍卖时连喊三遍也没有人愿意出价, 应该是一块别人不看好的废料, 夜天抬手将其拍了下来。 下面是今天拍卖的最后一块原始, 也是此次体积最大最重的一块, 它的底拍价为三百万港币, 有看重的朋友请出价。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后, 拍卖也进行到了尾声, 拍卖师口中最后的这个原始, 正是夜天所见到的那一块。 我说, 明明就是解垮了的石头, 怎么还那么高的价格啊? 就是啊, 那个切面什么都没有, 里面根本就不可能有翡翠的。 拍卖师底价刚刚爆出, 台下就宣造了起来, 很多人都留意到了那块巨无霸原始, 只是听闻起拍价这么高, 众人确实有些不愤。 诸位, 请安静一下。 见到太小鼓噪了起来, 拍卖师解释道, 这块原始可是别人从缅甸花了七百万买来的, 如果不是解垮了, 怎么可能会三百万的起拍价啊? 不过这块原始体积如此之大, 说不定在别的地方就会出翡翠呢。 拍卖师的话让场内变得寂静了起来, 那块巨无霸原始上的莽纹很正, 一刀切垮, 还真不代表这块原始就废掉的。 四百万港币。 我出五百万。 七百五十万万港币。 还别说, 香港的有钱人就是多, 刚刚还鼓噪着那块原始的底拍价过高, 这回就将价格给抬了起来, 转眼之间就到了七百多万港币, 那位原始商人已经是不赔本了。 第三百三十三张赌掌, 场内对这块近乎是废料原始的追捧程度, 远远出乎了叶天的预料, 在他看来, 就拳头大那么一丁点儿的翡翠, 连三百万都不值得。 一千万港币, 我出一千万。 让叶天更没想到的是, 坐在他身边的文鸾熊居然又出手了, 而且一下把拍价提高了两百五十万, 这个价格一出, 场内顿时寂静了下来。 那块原始虽然表皮带有风化的莽闻选迹, 但第一刀已经切垮了, 价值最少缩水了一大半, 文鸾熊出了一千万, 在别人眼里纯粹就是败家行为, 却是再也没有人肯和他竞价了。 好, 一千万港币, 这块巨无霸原始归文生所有了。 在询问了两次没有人报价后, 拍卖师的锤子重重地敲了下来, 今天的原始交易到此结束, 我们在外面准备了解释工具, 想现场解释的朋友还请做好准备。 拍卖结束, 场内的气氛也变得轻松了起来, 而接下来的解释才是最为惊心动魄的, 有几个等部级的珠宝商在进行了转账之后, 已经起身往外走了。 左家骏也站起身来, 说道, 夜天, 走吧, 赌时现在才算是开始呢。 跟着左家骏走到院子里后, 原本杂乱无章摆在地上的原始, 被工作人员分为一堆堆的摆放的十分整齐, 早在里面进行拍卖的时候, 这里就已经忙碌了起来。 叶天看得有些迷糊, 他这是生平第一次接触堵石, 脑子里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 这回还在想着, 是不是把石头拿回去用掩月刀给切开呢? 左家骏文言笑了起来, 往四周挪了挪嘴, 说道, 诺,那边不是有解释机吗? 就是那些大齿轮。 听到左家骏的话后, 叶天这才注意到, 在院子的四个角落里, 分别放置了六台带着合金齿轮的工具, 另外还有许多小型的手持杀轮机, 这应该是一些体积比较小的原始所用的。 对, 不过那些解释机你用不上, 叶天, 给, 这是你买的那块原始。 左家骏笑着点了点头, 从他那堆原始里面挑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递给了叶天。 就这玩意花了两万港币, 叶天接过那喝不溜秋的石头, 苦笑了一声, 说道, 师兄, 这钱我回头给你。 左家骏笑着点头, 左家骏瞪起了眼睛, 生气地说道, 说什么呢? 师兄买给你玩的, 别提什么钱不钱的。 左家骏是自己人, 不存在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叶天也不是那种死板拘谨的人, 想了想笑道, 得, 那我就拿着了。 往四周看了一眼, 叶天发现那些已经买下了原石的人, 都蹲在那里观察着自己购买的石头, 甚至比买之前还要仔细, 有些不解的问道, 师兄, 不是说要切石头吗? 怎么没一个去解的? 解石是需要技术的, 要根据莽纹的走向画出线条来, 争取不伤到里面的翡翠, 哪里是随随便便的就能下刀的啊? 左家骏知道自己这个师弟对赌石一窍不通, 耐着性子给叶天解释了起来, 好在女儿女婿对原石都很了解, 倒是不用他去做那些查看画线的工作。 这么复杂啊? 听完左家骏的话后, 叶天巴击了下嘴, 感情这一刀下去如果切偏了, 原本价值一百万的东西或许就会变成十万, 怪不得那些人如此小心呢? 他们不解, 我去解。 叶天今儿就是来打酱油的, 反正两万块钱的石头也是师兄送的完的, 他一点压力都没有, 手里拿着那块原石往最近的一个解石机器走去。 哎, 有人解石了? 走, 看看去, 今儿第一块石头不知道能不能赌掌啊。 这年轻人是谁啊? 好像没见过呀。 左大师跟着的, 应该是他的晚辈吧。 叶天这一动, 左家骏自然要陪着, 而左家骏一动, 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原本正在观察自己原石的珠宝商们, 顿时纷纷围了上来。 师兄, 就这么切下来就行了。 叶天将那拳头大小的原石放在解石机上, 旁边的工作人员很是熟练的操作机器, 用两块钢钉将原石紧紧地夹在了中间。 你, 你这么小的一块石头, 哪里要用切啊? 左家骏被叶天说得哭笑不得, 他所买的这是块黑乌纱的料子, 产自缅甸的麻蒙老坑, 是翡翠历史类堵石中产量最大, 变数最多的毛料。 一般的翡翠原石, 从表皮上都能看出一些特征, 但黑乌纱的料子完全被一层黑乎乎的皮层所掩盖, 所以它也被称为堵性最强的毛料, 有十堵九垮之双。 不过黑乌纱的毛料如果能解除翡翠来, 一般重水都不错, 而且还会带绿。 叶天这块石头虽然买得便宜, 但也不能随便就一刀切下去的, 如果叶天那样干的话, 指定会被这一院子的人给嘲笑的。 这年轻人不懂解释啊。 就是, 这么小的料子也要切, 不是糟蹋物件吗? 走吧, 散了散了, 一块黑乌纱的料子没有什么好看的。 叶天和左家俊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还是被很多人听了去, 一来这料子实在太小, 表现也不怎么样, 二来叶天又是个新手, 围观的人顿时散了一大半。 叶兄弟, 这料子不用切的, 你用这个把它的外皮擦掉, 有没有翡翠, 基本上就能看出来了。 文鸾熊看到叶天吃憋, 笑着递过来一把杀伦机, 给叶天讲解了一下用法。 谢谢文兄, 我知道了。 解释的原理很简单, 不过想要把握好火候, 难度就比较大。 听文鸾熊稍微一解释, 叶天顿时明白了过来。 擦点皮层哥们也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这还是真是在赌。 叶天摇了摇头, 也没犹豫, 直接打开沙轮机的开关, 用飞快旋转着的沙轮 对着那黑色的皮层 打磨了起来。 咔,咔咔, 随着一阵难听的声音响起, 黑色的石屑粉末 飘扬了起来。 左大师, 叶兄弟的手很稳啊。 由于这块料子 买得的价格比较低, 很难让人紧张起来, 叶天解释的同时, 文鸾熊在旁边 和左家俊聊了起来。 虽然是第一次解释, 但叶天持着 沙轮机的双手 十分地稳, 像文鸾熊这样 经常亲自动手解释的行家 一眼就看了出来。 呵呵, 他比我要强多了。 听到文鸾熊夸奖叶天, 左家俊不禁笑了起来, 不过听在文鸾熊耳朵里 却是一惊, 他能听得出来, 左家俊这不是客套话。 哎,师兄, 这里面好像有绿色啊, 左家俊正和文鸾熊聊天的当口, 叶天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什么? 解出绿来了? 左家俊连忙凑了上去, 搭眼一看, 整个人确实愣住了。 左家俊发愣的原因, 倒不是说那绿意有多么显眼, 而是吃惊于叶天的解释速度。 这短短还没两分钟的时间, 叶天竟然将这拳头大小的全身擦掉了近三分之一的体积, 而那块砂轮机上的砂轮, 也已经被损耗得不成样子了。 叶天的手劲多大啊, 如果不是这砂轮被磨损的不行了, 叶天估计一气能将这原始都给研磨成粉末。 师兄, 这算赌赢了吗? 看到左家俊漠不作声, 叶天碰了他一下。 啊, 出绿当然是涨了啊。 左家俊回过神来, 连忙用水清洗了一下那个擦面, 然后拿出一把小荧光手电, 打开之后紧紧地贴在了擦面上。 原本只有一抹绿意的擦面, 在被这一束强光贴上之后, 手电的一圈顿时充满了绿莹莹的色彩, 煞是好看。 涨了, 还真是, 这绿不错啊。 不看重水, 就看这绿, 这块石头也是大涨啊。 快点解开, 看看里面的翡翠有多大, 到底是个什么品质的。 左家俊一声毒涨, 却是又把周围的人给吸引了过来。 一般情况下, 像这种价格不高的黑鸟沙, 只要出绿那就是大涨。 叶兄弟, 不错啊, 你这手气可真是没得说了。 左大师, 您继续给解出来吧。 文鸾雄也是出言, 向叶天道喜了起来。 他玩赌时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想感受擦出翡翠那一刻的满足感。 叶天, 还是你来吧, 注意点, 千万不要擦到绿色的翡翠, 把周边的沙雾结晶擦去就行了。 左家俊让人换了一块沙轮, 将沙轮机又还给了叶天, 他左手受伤使不上力, 今年是别想过解释的引头了。 这就算赌涨了? 叶天此时还是一头雾水呢? 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涨了多少钱, 接过左家俊递来的沙轮机后, 咔嚓咔嚓地又忙活了起来。 叶天在擦石头的时候看似很用力, 但火候掌握得确实极好, 每每在接触到翡翠的时候, 他总是能及时地收回力道, 没有损伤到丝毫的育肉。 这次聚集过来的人就更加多了, 看着叶天的动作, 一些行家均是在暗暗点头, 如果不是知道叶天初次解释, 一准会误认为他是个惊艳老道的谢石师傅。 第334章破财, 别人解释都是小心翼翼精雕细琢, 生怕破坏了原石中的翡翠使其价格大跌。 可叶天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手中的沙轮鸡一直就没停过转动, 看得一旁的人是心惊胆战, 生怕他手一抖擦到了翡翠玉面上。 不过从头至尾, 叶天的手都是稳如泰山一般, 接连换了两个沙轮片, 地上铺满了一层石屑之后, 一颗体积比鸡蛋略小一点的翡翠, 出现在了叶天掌心之中。 这东西灵气还可以, 不过做玉佩小了点, 倒是可以雕琢成几个挂件。 打亮着手心的翡翠, 叶天在心里琢磨起来, 他欣赏玉石和别人的角度全然不同, 一不看玉智, 二不看重水, 只关心里面的灵气强弱。 见到翡翠被取了出来, 左家俊说道, 叶天, 拿给我看看。 师兄, 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啊? 叶天随手就把翡翠递了过去, 刚才他在解释的时候, 一直有人在大喊赌掌赌掌的, 听得叶天很是莫名其妙。 中水不错, 是好东西。 左家俊上手一看, 嘴上就夸奖了起来, 叶天, 你运气不错, 你看这块翡翠还未经打磨, 就像冰水一般透明, 这种翡翠就叫做冰种, 仅次于玻璃种的了, 算是快极品翡翠的料子。 师兄, 那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啊? 叶天哪里懂什么冰种玻璃种, 他只关系这东西的价格, 卖得贵自然就是好东西, 反之则就是赔钱货了。 这水头真不错, 差一步就是玻璃种了。 听到叶天的话后, 左家俊惋惜地摇了摇头, 说道, 这料子的绿还是不错的, 能打磨十来个界面, 应该可以卖到150万到200万之间吧。 98年的翡翠市场, 价格两极化的现象十分的严重, 极品翡翠动辄数十上百万, 而比冰种稍差一点的, 像诺种油青之类的, 价格就要差上很多。 其实左家俊这几年没有关注珠宝公司的生意, 对于翡翠行情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把这价格还说低了点, 准确地说, 如果制成翡翠饰品的话, 应该可以卖出300万的价格。 而且随着缅甸翡翠老坑的逐渐开采殆尽, 这种差距也在慢慢缩小, 到了后世很多表现一般的品种, 均是能卖出天价, 当然, 里面也不乏炒作的因素在内。 多少, 能卖二万, 听到左家俊的话后, 夜天整个人都争住了。 按照他的估计, 这么大一点东西, 最多就值个十几万道顶了, 夜天怎么都没想到左家俊给出的价格, 比他预计的还要多出十多倍。 翡翠这么值钱吗? 夜天使劲地咽下了一口口水, 倒不是说他没见过钱, 但唐文远往他账户里转的账 和自己亲手赚来的钱, 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 就像一个人拿着张里面 有一万块钱的银行卡, 估计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但要是把一万的现金摆在眼前, 那心跳绝对会加速很多的。 不是翡翠值钱, 是极品翡翠值钱。 看到夜天的模样, 左家俊笑道, 当年宋家那位三小姐 曾经有一套极品翡翠首饰, 据说也没达到玻璃中, 都价值上亿, 你说这玩意值不值钱啊? 正当夜天愣神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挤了过来, 说道, 这位小兄弟, 你这块翡翠卖不卖啊? 我出二百万, 转让给我得了。 这几年在香港流行大界面的翡翠戒指, 很多小老板最是喜欢, 而且出手豪爽, 像这块翡翠如果切割仔细一点的话, 即使出价二万, 还是有将近一万的利润空间的。 你要买, 对不起, 不卖。 夜天有些听不懂那人的香港话, 不过两百万几个字还是听明白了, 当下摇着头说道, 我不懂这个, 师兄, 这块翡翠是你的钱买的, 你拿去好了。 这块翡翠虽然还算不错, 但里面的灵气还达不到夜天想要酝氧法器的程度, 而想用它布置阵法, 却又小了点, 夜天拿着它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并且夜天也没那么厚的脸皮将其卖掉, 毕竟这东西虽然名义上是自己的, 但却是左家骏出钱买下来的。 如果解不出翡翠那就罢了, 现在解出了块极品翡翠, 要是卖给别人的话, 自己的吃相就过于难看了, 夜天也丢不起那人。 别啊, 夜天, 师兄可不能沾你这个便宜。 听到夜天的话后, 左家骏连忙摇起了头。 别让人看笑话了, 师兄, 你就拿着吧。 夜天左右看了一眼, 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那件法器都送给丁丁了, 这块翡翠算什么? 那, 好吧, 夜天, 回头你离开香港的时候, 师兄再给你准备点东西。 左家骏一想也是, 夜天那法器要是卖给香港的这些超级富豪, 出价千万绝对有人上赶着会买, 那价值可不是这块翡翠能比你的。 这会周围的人多, 哥俩让来让去的也不好看。 左家骏就把那颗翡翠给收了起来, 不过确实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等夜天离开香港的时候, 一定要送他份大礼。 西国, 看得怎么样了, 琢磨好就拿过来解吧。 夜天来了个开门红, 左家骏想借着这几头顺势将自己买的那些原石解开, 当下大声喊起了女婿。 爸, 差不多了, 可以解了。 听到岳父的招呼后, 柳西国带着几个工作人员, 把他们这次买到的十多块原石都搬了过来。 左家骏将女婿画好线的原石看了一遍, 点了点头说道, 西国, 爸的手不行, 今儿你解石吧。 原本左家骏是想让夜天帮他解石的, 不过想想夜天解石时的那股凶猛劲, 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只是左家骏不知道, 夜天早已对身体掌控到了细致入微的境地, 刚才解石时看起来鲁莽, 其实全都在他掌握之中的。 柳西国, 解石就要比夜天稳重多了, 几乎每下一刀都要停下观察一番, 虽然这在众人眼里是解石的正确方法, 不过夜天就看得快要打哈欠了。 师兄, 你们解着, 我四处转转, 看一会之后, 夜天有些无聊, 盘眼见到不远处, 阿丁竟然也抱着块石头在和文鸾雄说话, 不禁笑着走了过去。 上前拍了拍阿丁的肩膀, 夜天说道, 阿丁, 你小子竟然也赌石啊? 小爷, 来都来了, 我也买了块玩玩的。 见到是夜天, 阿丁嘿嘿笑了起来, 他除了打打杀杀之外, 最喜欢的就是赌, 不过早在十年前就借赌再也不去懊岛了, 今儿见到赌石这种方式, 忍不住手痒了起来。 丁老弟, 你, 你喊夜天什么? 一旁的文鸾雄听到阿丁的称呼后, 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要知道, 唐文远待阿丁有如子之一般, 就是他也不敢过于轻慢阿丁的。 呵呵, 文兄, 我和阿丁有些别的渊源, 他按辈分教的。 叶天笑了笑, 也没多解释, 却是搞得文鸾雄心里纠结不已, 他发现自己是知道的越多, 就越发看不透面前这个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年轻人了。 小爷, 您今儿手气不错啊, 您看看我怎么样, 阿丁就是刚才看到叶天赌掌了, 这才忙不迭地把自己的石头抱过来准备解开的。 叶天仔细看了阿丁一眼, 笑道, 阿丁, 你今儿眼散如毛发, 童俱如熟米, 是个失财倒霉的日子, 这块石头, 嘖嘖。 什么, 小爷, 您, 您怎么不早说啊? 听到叶天的话后, 阿丁顿时哭丧起了脸。 叶天没好气地回道, 你小子也没告诉我要赌食啊, 怎么着, 不信我的话, 那你去切一刀看看。 买都买了, 当然要切啊。 阿丁苦着脸将那块足球大小的石头抱到一个切石机上, 不过有了叶天的话, 他也懒得去擦食了, 直接开动了合金齿轮, 一刀从中间切了下来。 哎, 垮了, 旁边围观的人齐齐发出一声叹息。 小爷, 下次您可要给阿丁提前打个招呼啊。 将那分成两半的原石丢在地上, 阿丁凑到了叶天的面前, 不过脸上却是没有什么傲丧的神色, 毕竟十多万港币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数目。 以后少沾这些东西, 叶天没好气地瞪了阿丁一眼, 以叶天的身份, 岂会没事去给他看面相是不是适合赌博? 叶兄弟, 你看老哥今儿怎么样啊? 叶天这边刚训斥完阿丁, 文鸾雄确实又问出了相同的问题, 这让叶天有些哭笑不得起来, 怎么没见他们敢去询问佐家俊啊? 文兄, 想听实话, 刚才赌掌了块翡翠, 叶天这回心情好, 也懒得和这二人计较。 当然要听实话, 文鸾雄连忙点了点头, 其实他这一问, 却是想和叶天拉近点关系。 好, 那就恕我直言了。 叶天盯着文鸾雄看了一会, 说道, 文兄, 你下巴上长了个痘, 这是破财的面相, 而右眼眼白呈现粗长血丝, 这是漏财的面相, 我看您今儿比阿丁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335章漏财, 上, 我, 我说叶天兄弟, 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听到叶天的话后, 文鸾雄像是看怪物一般盯着叶天, 文鸾雄从青年时起就运势极强, 即使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 也没伤到筋骨, 叶天说他今儿又是破财又是漏财的, 文鸾雄还真的不怎么相信。 像文鸾雄这种人, 虽然也笃信风水, 但更相信自我, 如果这话换成左家隽来说, 文鸾雄或许还能信个六七分, 但是从叶天口中说出来, 他完全就当成个笑话了。 叶天哈哈一笑, 说道, 文兄, 这真话, 总是有点不好听的, 话我说出来了, 信不信就是你的事情了。 叶天和这文鸾雄又没有什么交集, 他的好和坏与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今儿给他看了眼面相, 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事实胜于雄辩, 叶兄弟, 要不要来看我谢时啊? 文鸾雄文言也是一笑, 以他的身份地位, 自然不可能去怪罪叶天的, 再说了, 还是他自己要听的真话。 好, 反正左右没事, 我就看文兄解释了, 叶天点了点头, 这满院子的人都在赌石解释, 看谁不是看啊? 文鸾雄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还带了一位赌石专家, 刚才这个专家已经把原始上要切割的线条画好了, 文鸾雄只要按照这个往下切就行了。 文鸾雄是今儿交易会的大买家, 他要解释, 自然吸引了一帮人前来观看, 就连左家俊也围了过来, 毕竟他和文鸾雄还是有赌约的。 咔, 咔咔。 随着一阵金属切割原始发出的刺耳声音, 一块全赌料子被文鸾雄从裂柳的位置给切开了, 他切实的手法倒是和叶天有几分相像, 一刀下去干净爽利。 涨, 赌涨了? 是啊, 剑翡翠了。 快, 拿清水冲洗下。 一半石头刚刚掉落在地上, 就有那眼尖的人看到了切面, 顿时大声嚷嚷了起来, 在这种氛围的熏染下, 即使不是自己毒涨的石头, 也很容易让人热血澎湃的。 文鸾雄请来的赌食师傅冲洗掉切面的石屑之后, 拿着强光手电往里透了透, 回头看向文鸾雄, 说道, 水头一般, 涨是涨了, 不过赚的不多。 这块料子有些飘花, 但重水稍微差了一点, 只达到了油青种, 如此一来, 即使这里面的翡翠数量多一些, 其价值也很难超过叶天解出来的那一块。 文鸾雄大气的白色, 我接着切。 文鸾雄大气地摆了摆手, 他根本就不在乎能赚多少, 而且此时他心里也憋着古劲, 叶天说他破财漏财, 文老板还真是不信这些。 重新搬了一块重约七八十斤, 成橢圆形的石头放在了切石机上, 文鸾雄发动了机器, 锋利的合金齿轮发出嗡嗡声, 迅速地旋转了起来。 这块原石的石皮表现非常的好, 色泽选迹明显, 网纹延伸了大半块石头, 文鸾雄足足花了八百万才将这块原石给买下来的。 而这块料子的画线也是文鸾雄自己琢磨的, 他将线条定在了左上角处, 那里向外突出了一块, 就像是兽性宫的额头似的。 一般情况下, 那样的地方是不会出现翡翠的, 从这里下刀, 很可能就可以切到原石和翡翠的结合布, 文鸾雄江线画在这里倒是重规重矩。 咔,咔嚓, 随着一阵金属摩擦石头的刺耳声音, 整块石头一分为二, 那凸起部分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上。 长,又长。 站得最近的那个人, 清楚地看到一抹绿意出现在了眼前, 刚刚准备大声疾呼的时候, 却发现, 掉在地上的那块料子切面上, 似乎也出现了绿色。 这, 这是切垮了, 刚才喊话那人顿时看到地上的毛料时, 顿时紧紧闭上了嘴巴。 一般来说, 翡翠饰品中以镯子最为贵重, 好的翡翠镯子都能卖到上千万, 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镯子用料多而且大, 必须由一块品质相同的完整翡翠才能制成。 如果这座镯子的料被切断, 那就只能做些挂件之类的玩意了, 其价值恐怕最多就是在百万左右, 两者之间的价格那差得不是一星半点的。 所以翡翠堵石, 不是说解除率就算是涨的, 而且还要保持时钟翡翠的完整性, 如果下刀不对将一整块翡翠切为了两半的话, 那价值可就是天壤之别了。 还真是切垮了。 唉, 可惜了, 这可是能掏出两副镯子的好料子啊。 没错, 而且重水也很不错, 已经达到了冰种, 如果制成镯子的话, 最少三百万以上的价格。 石头切开之后, 观看解释的人纷纷围了上去, 不过一个个军事脸上带着惋惜的表情, 这块价值近千万的料子, 现在顶多只能值三四百万了。 这块料子虽然也是冰种, 但绿色却是不大纯正, 分布的深浅不一, 做镯子倒是好质地, 但打磨成界面, 却是远不如夜天解出的那一块, 只能雕琢成一些挂简出售。 此刻的文鸾熊, 就是遇到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状况, 原本一整块好料子被分为两段, 这价值历史是大打折扣。 唉, 早知道先擦一下料子了, 这紧挨着石皮, 一擦就能出来了。 这一刀就切丢了近四百万, 虽然文鸾熊财大气粗, 也是感觉有些肉疼, 仔细观察了一下那块毛料后, 心中也是大为懊恼。 不过文鸾熊抬眼却是看到了四笑飞笑的夜天, 不由心中一领, 这, 这不正是应了夜天破财的说法了吗?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 此时文鸾熊再也不敢小看夜天了, 在接下来的切食过程中, 都是小心在小心, 只是它今儿的运到好像真的不是很好, 所出的翡翠品质都很一般。 文鸾熊不做珠宝生意, 它所解出来的石头一般都会现场卖掉, 旁边有人给估了下价格, 现在文鸾熊总共切出的翡翠, 大概值四千万港币左右。 而文鸾熊今天一共花了六千多万港币, 折算下来整整赔了两千万, 进一步坐实了夜天那破财的说法。 不过还好的是左家俊那边 也没切出什么超级品的料子, 两边都解出了冰种翡翠, 相对比之下, 文鸾熊这块料子的价值还要更高一些。 这也让文老板心中有些宽慰, 虽然损失个一两千万, 但能赢得这次赌注 让左家俊帮自己推演一次命理, 倒也值得了。 要知道, 给炒股的人占卜问卦或者推演命理, 是十分消耗心神的, 也就是俗称的折寿, 所以文鸾熊求了左家俊几次他都没答应, 这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不过如果被夜天知道文鸾熊心中的想法, 肯定会大骂其败家子然后毛遂自荐的, 想当年他在京城开公司的时候, 推演命理也不过就是五万一次。 此时文鸾熊已经把他此次所买的几十块原石都给解开了, 也就是他这行外人才有这种魄力, 换了别人最少要留下七八块压仓库的。 把最后一块料子运过来吧, 正当众人准备散开的时候, 却没曾想文鸾熊还有一块毛料, 就是此次交易会中体积最大的那块切垮了的原石。 一辆铲车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铲子上面放的正是那块巨无霸料子, 七八个工作人员合力才将料子给固定到了切石机上。 估计这块料子也出不了翡翠。 没错, 你看那切面, 连雾柳结晶都看不到一点, 就是块废料。 这个也难说, 这块石头上面还是有蟒纹的, 说明曾经形成过翡翠。 看着这块巨无霸原石, 围观的人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块料子拍出的价格达到一千万之多, 如果掏不出三五斤以上的冰种料子, 那肯定是赔本买卖了。 站在切石机旁的夜天见到这块原石后, 眼睛也忍不住眯缝了起来, 别人不知道他心里可是清楚的, 在这块原石中, 藏着一块拳头大小的翡翠。 虽然夜天对什么玻璃种冰种的一窍不通, 但是他通过契机可以感应到, 那块拳头大的翡翠中所蕴含的灵气, 似乎要比自己刚刚解出来的纯净了许多。 莫非这文鸾熊的漏才要应在自己身上? 眼瞅着文鸾熊已经握住了掌控切石机齿轮的把柄, 夜天心头忽然起了一种名物, 脸上不由露出了笑意, 遇到自己,文老板确实有点不走运。 咔,咔咔。 随着切石的声音不断响起, 一大块原石跌落在了地上, 不过这次场内发出的却是齐声的叹息。 不用问, 这一刀自然是切垮掉了, 别说翡翠了, 就是连翡翠的半生物那些结晶状物质都没有出现。 再来, 文鸾熊让工作人员调整了一下原石的方向, 对着另外一侧又切了下去, 这块原石重达千斤, 足有一人大小, 两三刀切不出翡翠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而且文鸾熊还牢牢记着夜天那句漏彩的话, 所有的原石都解开了, 如果要漏彩, 也只能应在这块料子上了。 随着合金齿轮切割在石头上那咔咔声不断响起, 一整块料子也被文鸾熊切得是七零八落, 分成了十多个碎块。 此时围观的人早已看得是不忍目睹了, 这堵石解石都是有其规律而言的, 再大的毛料里面没有出现那种翡翠半生的结晶体, 都证明这不是一块翡翠毛料。 就像文鸾熊正咬牙切齿在对付的这块原石一样, 虽然体表有莽纹等翡翠形成的表现, 但内部结构却是说明毛料和大家想象的有一些出入。 这要是换个人, 恐怕再也没勇气在众人面前继续切割下去了, 就算心中不愤, 也只会将其带回家里慢慢打磨而不会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但文鸾熊本就不是珠宝行当里的人, 他就是来图个乐子的, 压根就不管别人怎么看, 还是一块一块将那些稍微大点的石头都给解开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应了夜天漏才的那句话, 文鸾熊曾经一刀顺着那块料子十多公分的地方切下, 就差一点点切到了雾柳结晶所在的位置。 如果出现雾柳, 文鸾熊自然不会放过那块带有翡翠的石头, 只是切面和普通石头无异, 他随手就把那块比足球略小一点的原石扔在了地上。 这围观的人也都是行家, 每切下一块料子都会有人拥上去查看的, 但光滑的切面没有任何出翡翠的痕迹, 那一块原石很快就踢到切石机下面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文生, 这块确定是废料了, 没必要再切下去了吧? 是啊, 花费千万毒垮掉这也不是第一次, 文生不要太介意了。 王生说得对, 去年在缅甸公盘上, 那块三千六百万的标王不也是切垮掉了吗? 见到文鸾熊不厌其烦地将一块块分解下来的原石再给切开, 围观的人还以为文鸾熊是舍不得购买原石的那一千万港币呢? 纷纷出言劝解了起来, 刚才曾经对这块料子出过架的人, 心中却是后怕不已, 幸亏文老板财大气粗将料子给抢走掉了, 否则这会急得满头大汗的人就要是自己了。 这些原石都被切开了, 没有一块出现翡翠的痕迹啊, 那小子肯定是说错了。 文鸾熊又切开一块碎料之后, 摇了摇头, 松开了切石机的把柄, 众人不知道的是, 文鸾熊压根就没把那一千万放在心上, 他这回还在想着夜天说他今儿会漏彩的话呢? 只是看着地上这大小不一的数十块原石, 文鸾熊也开始怀疑起夜天的话来, 石头都已经解到这种程度了, 他自己都不信里面还能出翡翠。 看到文鸾熊停住了手, 夜天碰了一下身边的左家俊, 小声问道, 师兄, 这些废料都是怎么处理啊? 废料自然是扔了啊, 还能怎么处理? 左家俊被夜天问得有些莫名其妙, 谁没事要这些碎石筷子干嘛? 我能要吗? 夜天眼睛一亮, 声音确实愈发低了, 生怕被旁人听到。 这个, 左家俊皱了下眉头, 说道, 现在这些料子还是属于文鸾熊的, 不过你可以从他手上买, 我说夜天, 这些都是废料了, 你要他们干什么? 刚才左家俊也上前查看过, 这块原石的确没有任何出翡翠的表现, 而且被切成了这样, 估计就是石破烂的都不会剪。 那就好, 听到左家俊的话后, 夜天站了出去, 开口问道, 文兄, 这块料子你还准备解下去吗? 嗯, 听到夜天问出这么一句话来, 文鸾熊心里猛地打了个凸, 莫非这剩下的石头里还真有翡翠? 不解了, 这就是块废料。 看看一地的石头碎屑, 文鸾熊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都已经将这块原石大卸十八块了, 再解下去他丢不起这人了。 夜天也没绕弯子,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文兄, 既然如此, 我想买下这些碎石,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卖呢? 这人疯了吧, 买这些垃圾干嘛呀? 估计又是个想捡漏的, 不过他也不看看, 料子都解成这副模样了, 哪还有漏给他捡啊? 年轻人想占便宜, 等他吃了亏就明白了。 夜天此话一出, 围观的人顿时鼓噪了起来, 废料中切出翡翠的事情不是没发生过, 但那些废料都是有半生结晶出现的, 也就是说有出翡翠的可能性。 但这块原石, 从头到尾切下来里面都是石头, 别说半生结晶了, 就是连雾柳都没一丝, 压根就是一块从翡翠坑洞里挖出来的石头担子。 你要买这些废料, 文鸾雄狐疑地看着夜天, 莫非这人真能算到这些废料里面还有翡翠? 夜天点了点头, 说道, 对, 我想把它们再切一遍,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就能出翡翠呢。 小伙子, 你懂不懂解释啊, 这料子根本就不可能有翡翠的, 旁边艺人实在看不过眼了, 香港珠宝行当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个生瓜蛋子啊? 嘿, 被您说着了, 我还真是不懂, 赌食这词还是今儿第一次听说呢。 夜天文言笑了起来, 接着说道, 我就是想过过手瘾, 切不出也没什么, 切出来不就是赚了吗? 这, 这, 那人被夜天说得目瞪口呆, 别人都承认自己一窍不通了, 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文兄, 卖不卖吧, 要不然您自个儿接着切, 我看热闹也行, 夜天没在搭理那人, 转眼看向了文鸾雄。 夜兄弟, 你要切这碗就拿去吧, 别提什么钱不钱的了。 文鸾雄苦笑着摇了摇头, 切垮了的原石就不叫原石了, 那叫石头, 而这些石头一不能铺路二不能烧石灰的, 夜天即使愿意出钱买, 文老板也不好意思卖啊。 别借啊, 文兄, 万一我要是解出翡翠来了, 那算谁的呀? 夜天连连摆手, 一副仙君子厚小人的模样, 看得周围那些人都傻了眼, 文鸾雄在香港是什么身份? 他说出的话岂有收回去的道理, 就连左家俊都看不过去了, 拉了一把夜天, 小声说道, 师弟,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当然是要解释啊, 夜天看向文鸾雄, 很认真地说道, 文兄, 你还是出个价吧, 这样解出石头才是属于我的。 这小子是不是穷疯了啊? 围观的那些人心头同时冒出了这个念头。 文鸾雄心头也有了点火气, 夜天硬是要出钱买这些废料, 这不是打他的脸吗? 当下说道, 没事, 夜兄弟。 你就算切出个金衫来, 那也是你的本事, 我闻某人不会多说一个字的, 这么多人看着, 难不成我还会反悔? 文鸾雄还真想见识下, 夜天究竟如何能变废为宝, 从这些被众人一致裁定为废料的原始中, 解除翡翠。 如果夜天真能切出来, 那他文鸾雄也绝对会心服口服。 好, 那就多谢文兄了。 夜天笑着点了点头, 脸上没有一丝羞愧的神情, 哥们要给你钱了, 是你自己不接, 回头见了翡翠别心疼就好。 原本有些平淡的解释, 经过夜天这么一闹腾, 顿时有些变了位, 那些已经准备离去的人也不走了, 原本正在解自己原始的珠宝商们, 也纷纷围过来看起了热闹。 夜天对着厂内一个工作人员招了招手, 说道, 来, 帮我把这些石头都给固定上去, 我切一块你换一块。 好吧, 虽然那人也有些看不起说着普通话的夜天, 但这就是他的工作, 只能按照夜天的吩咐将一块拳头大小的废料摆在了切实机上。 嗨嗨, 这么点大的料子他也切。 夜天的这个举动更是让所有人都集体失声了, 这地上算起来都几十块废料了, 这么解下去的话, 那要切到什么时候? 不过夜天切实的速度, 显然超过了众人的预想, 他根本就没有查看和画现一说, 只要石头摆上去了, 咔嚓一刀下去, 就是一分为二。 所以碎石虽然不小, 但十多分钟过后, 几乎所有的石料都被夜天分解了一遍, 只是意想中的翡翠, 却没有任何的影踪。 夜天, 还是算了吧, 走, 看师兄去解实, 我那还有两块料子没切出来呢。 左家俊伸手拉了一把夜天, 把师兄两个字说得特别清楚, 他这是不想被众人看清了这位师弟, 估计显露出了二人的关系。 左家俊此话一出, 原本一些正在出言讽刺夜天的人, 顿时闭上了嘴巴, 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要是涂个嘴上痛快招惹了左家俊, 那可是后患无穷啊。 师兄, 等等, 这还有一块呢。 夜天摇了摇头, 对着那个工作人员说道, 把这机器下面的一块拿出来摆上去啊。 不还是一样吗? 工作人员一脸不高兴地将那块足球大小的料子爆了出来, 固定在了切实机上。 咔, 咔嚓。 夜天仍然是和刚才一样手起刀落, 只不过这次他所切的方向却是稍稍偏了一点, 合金齿轮从擦着石头的边缘切了下去。 第三百三十七张漏才, 下。 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关注夜天解释了, 有这闲功夫还不如琢磨下自己所买的原石呢, 所以夜天这一刀切下, 也就那么三五个人在关注。 切, 切长了。 要说最关注夜天这一刀的人, 自然要数文鸾熊无疑了。 他一直想弄明白夜天关于自己漏才的说法, 到底是真是假。 答案随着夜天这一刀揭晓了, 别管里面翡翠预置如何, 文鸾熊白白将这块翡翠送出去, 漏才直说已经可以确定无疑了。 好绿啊, 是块好料子。 快点, 清洗了看一下。 文鸾熊这一嗓子也把周围散去的人给吸引了过来, 在赌石圈子里, 你切垮一百次或许都不会被人记住, 但是大涨一次, 肯定会声明远播的。 小爷, 那绿, 绿的有些闪眼睛啊。 每等工作人员动手, 阿丁屁颠屁颠地端了一盆水来, 仔细地将那个只有巴掌大小的开窗清洗了一遍。 让我看看, 左家俊文言推开了阿丁, 拿出了个荧光手电打开后, 将手电紧紧地贴在了切面上。 哇! 此时天色已晚, 再加上切石鸡旁都被人围了起来, 光线有些阴暗, 当左家俊的手电照在原石上后, 四周不约而同地响起一声惊叹。 不是这些人没见识, 相反他们这些人最少也都和翡翠打过五年以上的交道, 但是眼前出现的这一幕, 他们确实没见过。 就在手电和切面吻合之后, 一团绿色沁人心扉般的色彩, 从手电的光圈处传出, 竟然将左家俊拿着手电的右手都渲染成了绿莹莹的颜色。 这, 这是什么翡翠? 看着光圈的绿色, 左家俊也惊呆住了, 他赌食玩翡翠也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 但是从未见过这种单纯而又近乎极致的色彩。 一个满头白发看上去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忽然喊道, 莫, 莫非是帝王绿? 老人此话一出, 鼓噪的场内顿时变得静静了下来, 每个人都用着一直极其热切的目光盯着那块还被固定在切食机上的原石。 师兄, 什么是帝王绿啊? 要说这场中还有不明白老人话的, 那自然是非叶天莫属, 他连玻璃种和兵种的名词都是今儿学来的, 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帝王绿了。 等会再说这个, 西国, 把沙伦机给我。 左家俊摆了摆手, 没受伤的那只手向女婿伸去, 不过拿到沙伦机后, 左家俊却是想到了手上的伤势, 苦笑道, 叶天, 还是你来吧, 千万要小心一点。 这东西很值钱, 叶天摇了摇头, 顺手接过了沙伦机。 不是值钱不值钱的问题, 是根本就有钱都买不到, 反正你小心点就是了。 左家俊见叶天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连忙又交代了几句。 左生, 换个人解吧, 这要是解垮掉就可惜了。 要不我来, 保证不会伤到一点翡翠的。 还是让齐老姐吧, 他老人家谢时从未失守过。 就凭叶天刚才切时的表现, 众人对叶天解时的水平实在不怎么相信, 眼瞅着叶天拿着沙伦机准备解时, 一个个都嚷嚷了起来。 刚才说话的那个白发老人也是卷起了袖子, 准备等叶天把沙伦机交给他, 没成想叶天压根就没搭理他, 直接拿着沙伦机走到了原石面前。 哥们的石头想怎么解就怎么解, 用得找你们帮忙吗? 叶天撇了撇嘴, 直接打开沙伦机的电源开关, 连观察一下都没有, 咔嚓咔嚓地就在那块原石上忙活了起来。 轻点, 别解垮掉了。 唉, 这, 这年轻人太毛躁了。 见到叶天的举动后, 围观的那些人均是提心吊胆, 如果这真是一块不是出的帝王绿翡翠, 叶天将其解垮的话, 众人杀了他的心思估计都会有了。 叶天像是没听到那些话一般, 手上的动作一点都没减缓下来, 七八分钟过后, 一片沙伦就被打磨光了。 趁着叶天换沙伦的时候, 众人又是围了上去, 赫然发现叶天擦拭的分寸掌握地极好, 都是沿着翡翠边缘擦过去的, 甚至连包裹住翡翠的一层白色晶体 都没有丝毫的损伤。 高人啊, 这才叫深藏不漏。 叶天露出这么一手绝活, 换好沙伦片继续擦拭的时候, 自然再也没人多说一句了, 众人均是屏住了呼吸, 等待着这块极品翡翠显露于世的那一刻。 擦拭不同于切实, 擦拭是用沙伦一点点的将原石表层磨去, 属于细致活, 一般像从足球般大小的石头里解出翡翠, 功夫老道的解释师傅, 估计也要用上三五个小石。 所以即使是对手上力道掌控陆威的叶天, 也足足换了七个沙伦片, 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把原石里那块拳头大小的翡翠给掏了出来。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去, 一天都没吃饭的众人, 谁也没感觉肚子饿, 军师看着那块被叶天拖在掌心, 将它整个手掌都渲染成一片绿色的翡翠。 满头白发的齐老拿出放大镜盯着那块翡翠, 看了半天之后, 一脸激动地说道, 玻璃帝的种, 祖母杨绿, 老朽这是生平第二次见到帝王绿啊。 齐老和场内的这些珠宝商们不同, 他祖辈就是专营翡翠生意的。 在四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才进入到香港, 其后数十年中, 齐老更是在香港和缅甸两地奔波并致力于翡翠饰品的推广, 可以说香港翡翠首饰的流行, 齐老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当齐老判定这块翡翠料子为帝王绿之后, 旁人再无意义, 脸上均是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而将原始拱手送人的文鸾雄, 此时脸上的表情要更加的精彩。 要是夜天解出一般的极品翡翠, 文鸾雄还真不在乎, 但是帝王绿可是用钱都买不到的, 如果拿来送给自己那些红颜知己的话, 肯定能讨得美人芳心的。 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文老板也只能打落牙齿或血吞了, 刚才他话说得太满, 无论如何是拉不下脸面去求这块翡翠的。 看到周围这些人一脸迷醉地盯着自己掌心的翡翠, 夜天看向左家俊, 说道, 师兄, 这帝王绿到底是个什么说法, 你倒是讲给我听啊。 这块玉石对于夜天来说还不错, 但仅仅就是不错而已, 因为它没有经过升级阴阳二气的滋养, 品质虽好, 却不是法器, 常人佩戴并不会有趋吉避凶的效果。 当然, 这种玉制的翡翠要比一般的玉石更加容易吸纳升级之气, 夜天准备将它雕琢成挂件置于京城四合院之中, 看看过个几年能不能运养几件法器出来, 夜天, 帝王绿, 顾名思义, 自然就是翠中帝王的意思了, 帝王绿色是翡翠中颜色最好, 价值最高的绿色。 左家俊苦笑一声, 给自己这好运的师弟讲解了起来, 帝王绿是指一种独特的颜色, 师弟你看, 这块料子中的绿色绿的就像是快递出来的那样, 感情这玩意还是个宝贝。 听完左家俊的讲解后, 夜天才明白了过来, 帝王绿虽然指的是翡翠的绿色, 但一般而言, 仅有绿而无种的翡翠, 却是无法被冠以帝王绿的名称。 只有那种预质达到了玻璃种, 同时又出现王者之律的翡翠, 才会被人称之为帝王绿。 不过玻璃种和帝王绿这两者形成的条件, 都是极为苛刻, 就像是宋家三小姐的那套极品翡翠玉事, 品质都达不到帝王绿的。 翡翠盛行了近百年, 帝王绿的出现却是寥寥无几, 每次出现都会引起疯狂的争抢而得到的人。 也会小心翼翼地宝藏起来, 市面上根本就见不到, 要不然以文鸾熊的身家, 也不会在见到这块翡翠之后露出悔意了。 见到叶天还有些懵懂的模样, 左家俊说道, 叶天, 这东西不管是做界面还是雕琢成挂件, 都是是所罕见的奇珍, 称之为传家宝都不为过的。 左家俊化身未落, 那位奇老突然开口说道, 这位小兄弟, 你这块料子不知道愿不愿意转让啊? 对,对, 小兄弟, 我出两千万买你这块翡翠, 你看怎么样? 两千万, 真拿别人当冤大头啊, 小兄弟, 我出三千五百万, 转让给我吧。 我出五千万, 卖给我吧。 围在旁边的众人, 早就亏去起叶天掌心的这块帝王绿料子了, 眼下有人开口询问, 立马四五个人都抱起价来, 转眼之间竟然给炒到了五千万。 其实帝王绿的浴室即使出现在拍卖场中, 都未必能拍得出这么高的价格。 但是一来拍卖场里极少能见到帝王绿的物件拍卖, 加上叶天这块还是预料, 他们可以雕琢成自己喜爱的饰品, 所以价格一下子就被炒了起来。 嗨嗨, 叶兄弟, 要不, 我出八千万, 你把它让给我得了。 沉寂了好大会的文鸾雄突然干咳了一声, 爆出了一个让场内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的价格。 第三百三十八张占卜, 文鸾雄开出的价格, 彻底让场内众人失声了。 帝王绿翡翠即使在罕见, 在翡翠预示价格不是很高的今天, 还是达不到这个高价, 或者称之为天价也不为过的。 八千万, 文兄, 你不是开玩笑吧? 听到这个报价后, 叶天的小心肝也是扑通扑通直跳起来。 要知道, 98年这会港币兑换人民币的价格, 甚至要比人民币高出那么一点, 八千万港币, 那可就是接近八千五百万人民币了。 叶天不是圣人, 他也是需要吃喝拉撒的饮食男女, 金钱对他一样有着不可抵御的诱惑, 而且由于修炼所致, 叶天对金钱的渴求比普通人还要大一些。 看着手中散发着冰冷光泽的翡翠, 叶天也陷入到了犹豫之中, 只要一点头, 那八千万就可以收入囊中, 加上唐文元给的那些钱, 自己就可以一跃成为亿万富豪了。 不过在听到左家俊的话后, 叶天也意识到, 像帝王绿这种翡翠, 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今天卖掉, 日后再想寻的, 恐怕就很难了。 而且叶天确实想把这块料子留下来, 雕琢成一些物件放在四合院里运养, 如果运气好的话, 几年之后说不定就能出上几件法器。 年轻人八千万不低了, 除了文生, 谁都出不了这价格的。 帝王绿虽然少, 但也卖不到这么高的价格, 文生真是大手笔。 叶天在心中权衡得失的时候, 旁边一些人纷纷出眼相劝了起来, 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帮助文鸾雄 得到这块翡翠, 而是有着别的心思。 要知道, 翡翠想要炒作成和钻石一个档次的饰品, 就必须要有些大手笔的买卖才行, 而文鸾雄出的这价, 正好就是一个绝佳的炒作噱头。 只要今夜天将这块料子一卖, 明天香港各大报纸上 一准会出现以天价翡翠为标题的报道, 如此一来, 想必能在香港掀起一阵翡翠热, 得意的自然是场内这些珠宝商们了。 当然, 就算夜天不卖, 他们一样也能进行炒作, 有些人连标题都想好了, 股市大亨出价8000万求购极匹翡翠为德, 估计这标题一样能吸引人眼球的。 在心中思量了半天之后, 夜天终于抬起头, 开口说道, 文兄, 这块料子我也很喜欢, 我想亲手将它雕琢出来, 你看, 夜天还年轻, 日后不怕没钱赚, 但未必就能遇到这种可以制作成法器的极品翡翠了, 所以衡量再三, 他还是拒绝了文鸾雄的报价, 听到夜天的话后, 文鸾雄常常叹了口气, 摆了摆手说道, 没事, 文某人愿赌不输, 夜兄弟, 你这看向的水平不在贵师兄之下啊。 开始的时候文鸾雄对夜天好奇, 那是因为他是左家俊的师弟, 但是现在他已经对夜天心服口服了, 一面之观就能看出自己破财漏财, 可能连左大师都没这般本事吧。 文兄, 这块原石是你所赠, 夜天也是受之有愧, 这样吧, 等物件雕琢出来, 我送你一件。 见到文鸾雄如此豁达, 夜天心中倒是对他有了几分好感, 别管怎么说, 原石原本确实是归文鸾雄所有的, 夜天也算是成了他的情。 夜天孤量了一下, 这拳头大小的玉石能掏出两副镯子和十几个挂剑, 到时候送文鸾雄一剑, 也算是把情给还掉了。 别啊, 夜兄弟, 你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文鸾雄连连摆手, 夜天在解释之前就已经提醒过他了, 是他自己不相信时钟有欲, 现在解出了翡翠, 只能证明他有眼无珠, 哪里还有脸面从夜天那里白白索取帝王绿饰品啊。 文兄, 这事儿等下再说。 夜天看到四周还是围满了人, 不由皱了下眉头, 看向左家俊说道, 师兄, 你那边的原石都解开没有啊。 左家俊点了点头, 说道, 差不多了, 西国看着的,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喝夜茶吧, 这回肚子也都饿了。 这次赌食进行了整整一天, 个人只是中午的时候稍微吃了点东西, 听左家俊这么一说, 军士都感觉到肚子咕咕直叫起来。 今儿这位小兄弟解出了帝王绿翡翠, 也是咱们香港玉石珠宝行的一件姓氏, 这样吧, 由协会做东, 咱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如何。 听到左家俊的话后, 此次交易的组织者站了出来, 原本他们就安排了晚宴, 只是众人都忙于解食没去参加而已。 还是由左某坐东吧, 肯赏光的朋友一起去。 这要真是在对面那个岛上赌钱, 夜天这是要派洗钱的, 作为夜天的师兄, 左家俊当然不会让珠宝行坐东了, 当下给包揽到了自己身上。 好, 左大师坐东一定要去。 没错, 大家都去啊, 这事值得庆贺。 左家俊的号召力远非那位交易会组织者可比的。 这么一吆喝, 整个场地内的人纷纷硬喝了起来, 有些人已经开始将还没有分解的翡翠打包装车了。 来参加交易会的珠宝商们基本上都带有信得过的手下, 加上场内工作人员的帮助, 很快都将属于自己的翡翠装车运走了, 一行数十辆的豪华车队浩浩荡荡地往香港市区开去。 这些珠宝商虽然算不上港岛顶级的富豪, 但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当下左家俊在富丽华包了整整一个宴会厅, 算是帮叶天发派洗钱了。 香港人喜欢喝茶, 从早茶上午茶一直都能喝到深夜, 坐下之后各种点心小吃摆上桌来, 气氛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 叶天是和左家俊、柳定定以及文鸾雄 还有柳定定那个闺蜜两口子坐在一桌的, 稍微吃了点东西之后, 左家俊看向文鸾雄, 说道, 阿雄,今儿这场赌是我输了, 一个月后,你来找我吧。 左家俊此次挑选的原石没切出什么好料子, 叶天的那块帝王绿是不能算的, 总价值自然不如文鸾雄解出的翡翠, 所以左家俊才有这么一说。 谢谢左大师。 听到左家俊的话后, 文鸾雄今儿的郁闷顿时是一扫而空, 他可是整整求了左家俊一年都未得到个准确的答复, 没成想今儿占了赐左家俊的便宜。 师兄,你这伤恐怕要养上三五个的, 这段时间还是不要给人推演命理了。 听见二人的对话, 叶天确实皱起了眉头, 他是何等聪明的人, 知道左家俊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弥补文鸾雄在自己这里的损失的。 左家俊摆了摆手, 笑道, 没事, 这伤又不是什么大碍, 不耽误的。 不行, 你那伤要是不注意, 会伤到根基的。 叶天摇了摇头, 转脸看向了文鸾雄, 说道, 这样吧, 文兄, 由我来给你沾一挂如何, 别的不敢说, 可算你未来二十年的运程。 你来算, 左家俊和文鸾雄同时惊呼出声, 瞪大了眼睛看着叶天。 虽然今儿叶天在文鸾雄那里录了一首, 指出了他今天的运道, 但叶天的年轻相比左家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威望, 他还是更信任左大师一些。 至于左家俊, 他是知道叶天术法修为极高的, 不过公鸡所用的术法和占卜问卦还是有所不同的, 他并不知道叶天在像术上的造诣究竟如何。 看到两人的表情后, 叶天笑道, 怎么, 师兄, 不相信我, 咱们这一脉就是以占卜为名的, 难不成我连这个都不会? 不, 不, 师弟, 你术法强过师兄百倍, 这问不一道自然也是精通的。 听到叶天的话后, 左家俊连忙摆起了手, 看向文鸾雄说道, 阿雄, 我也不瞒你, 叶天是我师的嫡传弟子, 身份上要高过我, 他肯给你占卜问卦, 这也是你的造化。 虽然不知道叶天在这面到底如何, 但是左家俊自然不会拆师弟的台, 这一番话说到文鸾雄心里犹豫了起来, 其实他心中更多还是偏向于让左家俊帮他推演的。 不过想到叶天之前看他面相的精准, 文鸾雄最终下了决定, 说道, 那就麻烦叶兄弟了, 不知道叶兄弟什么时间有空呢? 叶天无所谓地说道, 这个不需要摘件沐浴的, 现在就可以。 现在就行, 文鸾雄愣了一下。 当然, 找个包间安静一点的地方, 我现在就能给你沾一挂。 叶天点了点头, 今儿得了一块价值数千万的极品翡翠, 帮文鸾雄算一挂, 也算是没白拿他的东西。 好, 那, 那我这就安排。 文鸾雄连忙站起身来, 找了个服务员, 把他们几人带进了一间包厢里, 柳定定几人自然也是跟了进去。 进到包间坐定之后, 叶天右手一翻, 手心里赫然出现一枚黄灯灯的铜钱, 看向文鸾雄说道, 文兄, 把你的生辰报一下吧。 我是1951年生人, 见到叶天随身带着占卜所用的铜钱, 文鸾雄不禁对他增加了几分信心。 第339章解挂, 上。 这, 这是师父的大旗通宝。 见到叶天拿出这枚铜钱, 左家俊的眼睛一下直了, 当年他可是没少见到师父用这铜钱给人占卜问挂, 此刻堵物丝人, 眼圈不禁红了起来。 看见左家俊一脸伤心的样子, 叶天连忙说道, 师兄, 还要你帮忙呢? 我帮什么忙? 左家俊一愣, 被叶天转移了注意力。 叶天文言笑了起来, 说道, 借我两枚铜钱啊, 就这一个大旗通宝, 我也无法占卜问挂啊。 占卜的方式分很多种, 比较常用的就是铜钱占卜法, 一般而言, 但凡以橡树吃饭的人, 身上总是会携带三枚铜钱的。 叶天之前就从左家俊的口袋里感应到了几枚略带灵气的铜钱, 想必是他平日里经常把玩的原因, 上面沾染一丝左家俊的气机。 亏你还是咱们这卖的门, 连吃饭的家伙都不带在身上。 听到叶天的话后, 左家俊哭笑不得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三枚铜钱放在了桌子上, 这几枚铜钱全都是乾隆通宝。 在近代奇门中, 占卜所用的铜钱都是以前龙通宝为多, 传说是能增加准确性, 不过在叶天看来, 纯粹就是扯淡的, 祖师爷每挂必中那会, 乾隆爷还不知道在哪里投胎呢? 伸手拨出去一枚铜钱, 叶天拿起了两枚与大齐通宝放在一起, 看向文鸾雄说道, 文兄, 我有三不测, 不成不测, 无事不测, 重测不测, 你拿着这三枚铜钱往桌子上撒六次, 心里想着所要测的事情。 叶天虽然年轻, 但是这一严肃起来, 身上引然带着一股不容拒绝的威势, 旁边的左家俊与他比起来, 竟然都逊色三分。 是, 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 文鸾雄接过了铜钱, 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 这次却是没敢再喊叶兄弟。 叶天点了点头, 说道, 好了, 开始吧。 听到叶天的话后, 文鸾雄微微闭上了眼睛, 在心里默念着他想要求知的问题, 右手掌心里的铜钱随之撒在了桌子上。 扫音, 挂中便扬, 嗯, 你继续。 叶天看了一眼几枚铜钱的正反面, 左手小指曲了起来, 三面老音, 不变卦, 接着撒。 义正两倍为少阳, 变卦中变为音, 不要停。 随着文鸾雄不断地将手中铜钱撒出, 叶天口中也在念叨着只有左家俊才能听得懂的话语, 双手食指不停地变动着, 一条条信息像是放电影一般从他脑中掠过。 等到文鸾雄撒了六次铜钱, 铜钱挂之后, 叶天摆了摆手, 示意他可以停下来了, 自己闭上眼睛, 在那里推压了起来。 看着叶天不断跳动的食指, 屋里众人均是屏住了呼吸, 生怕打扰正在占卜之中的叶天, 就连左家俊对叶天的占卜之术都感到有些高深莫测。 要知道, 铜钱占卜是在卦象出现之后, 要根据卦象显示出来的信息去推演, 这期间是需要查询64卦的, 而叶天用心算这种方式, 却是左家俊远远不及的。 过来大概十多分钟后, 叶天睁开了眼睛, 说道, 闻兄, 你一问前程运势, 二问婚姻家庭, 其实这两者是相连相通的。 叶, 叶兄弟, 你, 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听到叶天的话后, 闻鸾雄眼中露出惊涩, 他在前三卦洒出的时候, 心里均是在询问自己日后的财运前程, 而到了后三卦, 则是问的婚姻, 叶天所说一字不差。 那, 那叶大师, 我究竟运势如何? 还请指教啊, 闻鸾雄说话的时候改了称呼, 将叶兄弟改成大师了, 显然将叶天提升到 与左大师一般的高度了。 闻兄, 你属于那种天生桃花运就极强的人, 一般的女人无法相克于你, 不过, 你现在交往的这个女人, 叶天看了闻鸾雄一眼, 接着问道, 这个女人是不是下巴很尖, 颧骨高而腮帮瘦呢? 听到叶天的问话, 闻鸾雄脸色略微有些尴尬, 看了一眼旁边的几个年轻人, 还是答道, 您说的没错, 她, 她和您说的相貌差不多。 印堂有闻, 山根隔断, 此相克夫无子, 而且她受家人连累, 备孕十足, 和她在一起, 你不光破财, 也会没孕连连的。 叶天并不知道闻鸾雄 现在交往的女人是谁, 这些都是她推演出来的结果, 但是听到闻鸾雄的耳中, 却是如晴天霹雳一般, 震得她眼中满是惊骇的神情。 闻鸾雄现在所交往的, 也是香港一位极有名气的女明星, 闻鸾雄对她很是喜爱, 已经包养了她好几年的时间, 光是别墅就送出去了三套。 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的, 因为闻老板原本就是以大手笔 讨得女明星欢心的, 她送出去的别墅多了, 但叶天的一句话, 却是点中了一件事实。 闻鸾雄现在包养的这个女明星的母亲, 是个嗜赌如命的人, 偏偏手气又极差, 数年时间竟然输出去了上亿港币, 而这亏空, 其实就是闻鸾雄悄悄给填补上的。 这件事情闻鸾雄做得极为隐秘, 除了当事人之外, 外界没有一人知晓, 眼下被叶天直接指了出来, 由不得她不相信叶天的话了。 闻鸾雄没想到这两年诸事不顺的根源, 竟然是由那女人引起的, 此时是方寸已乱, 不禁开口问道, 那,那我要怎么办? 闻兄, 你不会还想着和她结婚吧? 叶天有些好笑地看着这个花花公子, 说道,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他既然不适合你, 那就断开好了。 闻兄, 你不要告诉我离开他, 你活不下去, 那肯定是香港最好笑的笑话了。 那不会, 那不会的。 闻鸾雄被叶天说得干笑了起来, 其实在听闻了叶天这番话之后, 他心中也生了和那女人断掉的念头, 因为那女人的母亲真是个无底洞, 这几年闻鸾雄最少在他身上投入上亿的资金了。 至于你的运程吗? 叶天看了柳丁丁等人一眼, 说道, 丁丁, 陪你朋友去外面坐。 闻鸾雄女明星狙击手的外号 和她古式狙击手的绰号一样响亮, 是以夜天不怕在人前揭穿她的桃花石, 但下面要说的牵扯到她的气韵, 就不适合让旁人听到了。 是, 书爷, 柳丁丁不是不知道分寸的人, 当下答应了一声, 招呼她的闺蜜和发小出了包间。 叶天, 我后面几年运程究竟如何, 见到叶天如此严肃地赶走了柳丁丁等人, 闻鸾雄心中不仅有些七上八下起来。 叶天看了一眼闻鸾雄, 轻声说道, 你今后十三年内将会一帆风顺, 不过在你六十岁的时候将有牢狱之灾。 什么? 原本正要给叶天侦查的闻鸾雄, 猛地一下愣住了, 急道, 叶天, 这, 这是真的? 靠资本发家的人, 哪个人是干净的? 尤其是闻鸾雄在短短十多年间聚集了庞大的财富, 其中龌龊的事情多了, 真要被人给拎出来, 足够她在赤住监狱待上几年的。 叶天点了点头, 说道, 你命格富贵, 但夏亭稍窄, 晚上有猪斑不顺, 而且你金锐之气过盛, 到了晚年不知道韬光养晦, 这也是招灾引火的根源。 可, 可有化解的办法。 文鸾雄是知道自己性格的, 他虽然急功好异, 在圈子里朋友众多, 但同样也爱出风头, 做事情不知道收敛, 曾经得罪过不少人。 化解, 道也不难。 叶天看了看一脸极像的文鸾雄, 拿起杯子倒了点茶水在桌子上, 然后用手指沾了沾, 写出了一个字来。 敏, 文鸾雄看到那个字后, 一头雾水地问道, 叶, 叶大师, 这, 这个字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叶天问道。 文鸾雄莫名其妙地说道, 知道啊, 读命, 怎么了? 叶天笑了笑, 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这个字的含义吗? 这个, 还真不知道。 文鸾雄文言摇起了头, 中国汉字博大精深, 每个字都代表了多种意思, 文鸾雄虽然会读能写, 但还真的不知道这字的意思。 敏之一字, 代表凶丧, 又同敏, 还有哀伤忧虑的解释, 此字代表着不祥之兆。 叶天也没难为文鸾雄, 当下给他解释了起来, 你本姓文, 文家门成敏, 你中年运势极强, 可以规避这种命理, 但是到了晚年气运衰退, 如果犯了此计, 就会使你麻烦缠身的。 叶, 叶大师, 你能否说得再明白一点啊? 我每日进出都要走大门, 总不能降门都给拆卸了吧? 文鸾雄此时虽然对叶天的话深信不疑, 但他实在想不出如何才能规避这个门字, 这可是和生活休期相关的事情啊。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家中进出之门为常态, 可请门神镇之, 我说的门, 不是这个门。 那, 那是什么门啊? 文鸾雄文言有些挠头了, 这些相师们说话总是喜欢遮遮掩掩的, 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第三百四十章解卦, 下, 文兄, 天机不可谢, 谢之必遭天谴,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你不妨仔细想一下吧。 叶天摇了摇头, 却是没有直接回答。 常人都以为相师算命时所说的什么天机不可泄露, 只是他们哄骗客人的话, 其实不然, 一句话说多说少, 都会对相师有所影响的。 人一生的命理, 都是有迹可循的。 无形中有张大网在运转着每个人的生老病死, 相师所做的事情, 就是游走在这张大网的边缘, 打电擦边球, 却极少有人敢将网给捅破。 叶天以前给李善元逆天改命, 就是捅破了这张网, 其后果就不用再重复了, 直接就少了十年的阳寿。 虽然逆天改命和泄露天机所遭受的反是天差地别, 但老道和他师徒情深, 叶天愿意承担那种后果, 不过叶天和文鸾雄非亲非故, 却是没有必要消耗自己的元气, 折损自己的阳寿的, 这种损耗虽然微乎其微, 但累积多了也是叶天难以承受的。 叶天不肯明言, 可真是把文鸾雄难为坏了, 苦着脸说道, 这,这到底是个什么说法啊? 见到文鸾雄的样子后, 左家俊笑了笑, 轻描淡写地说道, 阿雄, 不要这么死脑筋, 跳出香港看一看呀。 叶天刚才不仅用了铜钱占卜之术, 这里面还有个解字的学问, 左家俊深谙占卜问卦之道, 大眼就看出了叶天想要表达的意思。 跳出香港看看, 文鸾雄所有所思, 忽然眼睛一亮, 喊道, 叶, 叶大师, 你, 你说的莫非是澳门不是错字, 规避地名, 我以后不能去澳门吗? 叶天点了点头, 文鸾雄自己猜到, 自然不算他泄露天机了, 当下说道, 你五行缺土, 原本做房地产是合适的, 但是你精气过于尖锐, 相信已经开到, 会给你招惹来无穷后患, 那个地方, 尽量少涉足吧。 叶, 叶大师, 你, 你是怎么知道我要做房地产的? 叶天的话让文鸾雄脸上忽然湿了血色, 即使刚才说到那个女明星的时候, 她脸色也没有现在这般难看。 要知道, 从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开始, 文鸾雄就有慢慢淡出股市的念头, 但是像他这种人, 是绝对不甘平凡的, 退出股市,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能体现自己价值的舞台。 在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文鸾雄将目光瞄向了房地产的市场, 趁着97回归港人心中恐慌之际, 文鸾雄连连出手, 低价吸纳了不少物业。 不过香港地产业早已被几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富豪瓜分掉了, 加上香港土地稀少, 再享有大地发展比较困难, 所以在近年来, 文鸾雄将注意力放到了澳门。 澳门和香港以水之隔, 相距仅仅只有60公里, 更重要的是, 澳门发展的是博产业和酒店业, 对于豪宅别墅的地产业却并不怎么热衷。 还有一点就是, 澳门的人口密度也不如香港, 拿地皮要比在香港容易得多, 所以文鸾雄心里已经有了近军澳门的想法。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这只不过是文鸾雄心里的想法而已, 他也从未与别人商量过, 即使是多年老友和心腹手下都不知道。 眼下这个想法却是被夜天一语点破, 文鸾雄感觉就像是自己没穿衣服站在夜天面前一般, 心中别扭之余也感到一阵恐慌。 文鸾雄都是挂像显示的, 你不用多虑。 看到文鸾雄的神情, 夜天也猜出了他的想法, 没有人能在自己心思被人亏去的时候还会保持镇定的。 文某谨记了, 谢谢夜大师。 文鸾雄听到这话之后, 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给夜天鞠了一躬, 虽然他入狱之事还没发生, 但夜天的话却是能让自己可以提前规避了。 文鸾雄不知道, 如果没有夜天这次的占卜, 他在一年之后就会进军澳门房地产业, 而且为了拿下一块的, 他还会用金钱开刀, 摆平了澳门一位实权人物。 其后十年间他的生意也会一帆风顺, 但是到六十岁那年, 这些旧长都将被翻出来, 而文鸾雄也难逃牢狱之灾。 经过夜天的点拨, 文鸾雄的生命轨迹也发生了改变, 日后这位华人富豪依旧混得风生水起, 晚年也得以保得全身而退,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行了,文兄, 别叶大师的叫了, 就叫我夜天吧, 说起来我还要成你个人情呢。 见到包间里的气氛有些凝重, 夜天把那块翡翠拿了出来, 笑道, 今儿给你占了这一挂, 日后这翡翠雕琢出来的物件可就没你的份了。 股市变数极大, 而给股市中人算卦占卜, 所耗费的精力要远超常人, 夜天刚才也是动用了脑中传承, 消耗了不少元气, 事已才会说出这番话来。 哪里话啊? 夜兄弟你今儿点拨了我好几次, 是我自己愚钝没领挥罢了。 文鸾雄文言苦笑了起来, 夜天都明说了他会漏财, 可自己偏偏不信邪, 将这块极品翡翠拱手相让, 实在是怪不得夜天头上的。 呵呵, 文兄是身在局中自不知罢了,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夜天笑了起来, 随手将那块翡翠递给了左家俊, 说道, 师兄, 我以前和师傅学过一些雕琢的手艺。 不过掏镯子倒是不会, 我想请您帮我把这块料子掏出两副手镯, 剩下的我再雕琢一些小物件, 您看怎么样啊? 夜天倒不是真的无法从这块翡翠中掏出镯子来, 只是他没有衬手的工具, 而且也不会打磨手镯, 让他做的话, 恐怕这块料子最少要浪费三分之一。 成, 这事儿就交给师兄吧, 一准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块料子的。 左家俊满口答应了下来, 以他和夜天的关系, 到时候将打磨好的帝王绿镯子在店里摆上几天, 绝对会使他的珠宝店声名大噪的。 那就谢谢师兄了, 夜天点了点头。 好了, 你们先坐, 我把丁丁叫进来吃饭吧, 拿着翡翠站起身来, 左大师也无不有向同行下摆一下的想法。 左家俊出去后, 文鸾雄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说道, 对了, 夜天, 明儿我那里有个宴会, 想邀请你参加一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 刚才听左家俊说夜天本事比他大, 文鸾雄还以为是左家俊自签的, 但是经过刚才占卜解挂仪式之后, 文老板心里早已将夜天奉若审明了。 左家俊为人老道, 和谁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却又很难接近, 事已文鸾雄就琢磨着要和夜天多亲近一下, 日后遇到难处, 也方便求到对方。 宴会 夜天文言愣了一下, 继而苦笑道, 文兄, 还是算了吧, 我对那些事情不大感兴趣, 再说了, 我在香港也不认识什么人, 去了也很无趣的。 夜天回想一下, 自己好像那次参加什么宴会都要招惹出点事情, 所以从去了央视的那次慈善拍卖之后, 夜天已经极少出现在那些人多的公共场合里了。 别借啊, 夜天, 这宴会很有意思的,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啊。 说到这里, 文鸾雄突然对夜天挤了下眼睛, 笑道, 这次宴会可是有许多港台明星的, 我还邀请了内地的几个明星, 而且还都是一线的, 你就不想认识一下。 在文鸾雄想来, 夜天即使本领再大, 终归也是个年轻人, 对于明星肯定多少会有些崇拜的心理, 明儿只要他看中哪个女明星, 自己晚上就让那明星去到夜天的房间里。 这个, 听文鸾雄如此一说, 夜天还真是有些心动了, 作为从小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这一代人, 夜天对那些大名鼎鼎的华人演员, 还真是有几分好奇, 不过他却是没闻乱雄想的那般龌龊。 但是一想到自己那参加宴会的霉运, 夜天还是摇起了头, 说道, 还是不去了, 明儿可能还要见夏公女士的。 夜天曾经答应了龚小小要给他寻找丈夫失害的, 现在自己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早点帮那苦命女人解决掉这件事, 也算是积德行善了。 龚女士, 龚小小, 文鸾雄愣了一下, 继而就明白了过来, 龚小小丈夫失踪的事情在香港可谓是路人皆知了。 文鸾雄有些不死心, 继续劝道, 夜天, 你反正还要在香港停留几天的, 明儿的宴会不参加真是挺可惜的, 年轻人多认识些朋友, 总归是有好处的。 明天的那个宴会其实就是由文鸾雄发起主办的, 名义是给他的一位红颜知己庆生, 到时除了一些好友会来之外, 香港很多大牌影星也会到场的, 里面甚至还包括几家香港影视公司的老板。 文书, 认识什么朋友啊? 文鸾雄正劝解着夜天的时候, 包间的门被柳定定推开了, 刚好听见他的最后一句话。 文鸾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